而且我們要告訴小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個現場看到他 如果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的 我覺得小朋友就是可以回去問一下你爸爸媽媽 他們都長大了 嗨 我們今天熱情掌聲歡迎香蕉哥哥的道具 嗨 大家好 我是香蕉哥哥 好 那個香蕉哥哥 我的夥伴現在已經說不出話了 因為他看到你太開心快樂長大了 對 看見你長大的 而且為什麼香蕉哥哥會出現在這 好 香蕉哥哥今天來就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是要來表演跟小朋友互動 應該是跟全家人一起在這個地方 爸爸媽媽 三秒一起 阿公阿嬤一起 好棒 因為明天剛好也是一個連續 應該是國慶假日 所以在今天這個晚會進入到圓滿的時刻 那就剛好會有香蕉哥哥會在這個地方 先跟小朋友一起見面 但是重點是幾點 六點 六點到七點 滿滿的一個小時要再給大家歡樂 滿滿的一個小時 好 來 這個特別是安排 是因為護國公聽說 植年的樓住三回 對 我有聽說 對 而且你今天故意穿了 蓋趕寬顏色 對啊 趕寬顏色來 然後香蕉哥哥跟我們說 你的表演也有神秘嘉賓 也有神秘嘉賓 大家一定要很期待 聽說今天太子爺會跟我們一起跳舞 是不是 驚喜 但是我剛剛還是有偷問了一下香蕉哥哥 香蕉哥哥也是照顧小孩的 然後太子爺人家也說是 就是愛小孩的神明 自己也是個孩子 對 所以香蕉哥哥聽說你媽媽也都會幫你去拜 太子爺 然後他說太子爺喜歡吃甜甜 然後就買很多糖果餅乾請他吃 會買玩具嗎 也會喔 也會 所以媽媽就是希望說 像我一樣也要跟太子爺一樣帶給大家歡樂 很棒 但今天香蕉哥哥還把他很多的水果朋友帶來 對 我們的悠悠家族來了不只我一個 還有柳丁哥哥 柳丁哥哥 Kiwi姐姐 Kiwi姐姐 酪梨姐姐 蔓越莓姐姐 還有雲朵姐姐 我們總共有六個人 真的好健康喔 我覺得我們這邊都是水果 聽起來就是今天晚上都有豐富的水果品牌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還從悠悠TV帶了很多很多 小朋友喜歡的禮物 獨家的要送給你們 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棒 那悠悠TV今天就是把夥伴們帶來 然後很大方還要送給很多小朋友禮物 跟太子爺想的一樣 要讓小朋友快樂長大 快樂長大 那香蕉哥哥 通常你們在做這種彩排的時候 你就是那個老大嗎 我不是老大 比較像說小隊長 小隊長 那我們等一下怎麼樣怎樣 你會 一起練習 就是跟大家安排一下 等一下我們大家互相 對 我們會講一下 互相安排 因為我們平常 因為常常在一起都蠻有默契 大概講一下大家都知道 了解 那你們這樣今天晚上的整個活動 上面 小朋友如果突然想要衝上去 你們會怎麼樣 還是你們自己會走下來 我們如果 情況允許的話 我們會走下去 真的 但是就是小朋友不要走上來 因為會危險 可能有階梯 怕大家跌倒 所以我們都會跟小朋友約定 不要站在樓梯上 或是要遵守規則 你看我們是很棒 我們都知道 你都知道 沒有 香蕉哥哥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那種 就是小朋友的守護神 真的是守護神 蓋子爺才是吧 都是都是 然後就是他們都很愛護小朋友 然後也會盡量讓小朋友開心 對 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要把歡樂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來看了表演以後都很開心 無人有沒有拿到的禮物都超級開心 沒有人在等你了 他們在舞台前 我們這邊看到 可以啊 所以你看這些小朋友在等你們 就是我們現在在直播 然後我們因為用了非常多的技術 還有鏡頭等等 然後就是讓大家 所以等一下你們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也會像這樣 在你們的 看到我們的表演 你看到很多小朋友 好感動 還有懂帶板凳的 很懂 而且我告訴大家 你還沒有來的話 六點鐘 六點鐘會開始 趕快過來現場 一個小時 六點到七點 六點到七點會表演 那你吃飽嗎 我吃飽 你有吃飯這樣就好 你那個朋友的奇異國啊 QE啊 柳丁啊 漫月美若裡暈朵 好 他們都吃飽嗎 對 大家都很期待 滿心歡喜的 要帶給小朋友歡樂 這是我們房屋過最開心的來賓之一 就是覺得 我們自己都年輕的二十幾歲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舞台其實非常的大 有 對 有台北的小朋友跟我說 他下課就要趕過來 真的假的 從台北 真的 從台北過來 然後我就說你們注意安全 是 其實我們知道說 日常你們都是在螢光幕上 機會多 然後真的有興趣接觸的活動 其實大家都很想要現場看到你們 對 其實就是 我覺得我們給小朋友 就是一種快樂的感覺 那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爸爸媽媽 還有阿公阿嬤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同樂 其實這種快樂感覺 不限定給小朋友 你只要跟著我們一起跳 我現在看到很多爸爸媽媽 他們快樂長大 又我下一代 我就說你們都快樂長大嗎 然後他們都會跟著唱 你覺得很感動 是 很棒啊 因為我們自己在那個 剛入行的時候 那時候也唱到 也差不多剛 剛入行 對 然後大家就是一起這樣 然後看到說 哇 他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得到一個 非常棒的表演 然後也得到很多新的 不同於我們的那個受眾 對 然後你很成功耶 有那種一代傳一代傳承 然後看著他們長大 把一代傳一代傳承成 然後看著他們長大 我剛才看到你們的記者朋友說 蛤 是我小時候看的 我就說來來拍一張快樂長大了 對啊 大家看到你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然後你很適合出現在這種 像我們講說太子爺公 雖然大家用這樣的方式稱呼神明 但大家在講三太子的時候 還是會認為說 他可可愛愛的那種感覺 是讓我們在對這個信仰裡面的一種 算是一種風景還有一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現場 就是很多小朋友在一邊吃東西 他們如果正在看我們的直播 就會看到 應該是一邊看直播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一個媽媽 穿著熊熊衣服的妹妹 哈囉 是媽媽在看直播嗎 有可能 白色衣服的媽媽 哈囉 跟你打個招呼 就是你們跟我們揮手 還有弟弟 紫色衣服的弟弟 對 妳有看到我們 她說香蕉哥哥在哪裡 他為什麼看得到他 香蕉哥哥現在被我們抓在房間裡 等一下她就會去跟你們 熊熊外套的妹妹 嗨 太拚了 拚到了 最打招呼 哇 這個互動也太遇到我起雞皮疙瘩了 真的 有人在咬 嗨 妹妹 你看你這身魅力無法擋 我們直接直播他們看到你們就好乖 對啊 就最主要說他們全家人一起來 對 一起來 那可以透過你跟小屁股嗎 他們都是很遠 就是你對家 那個很多家庭來說 是很重要的這種可能小朋友的榜樣 你可以教他們如果小孩不想睡覺的話 要跟他們說什麼 不想睡覺 對啊 其實我自己啊 我自己是本身 我覺得我都會跟小朋友約定好 我會說故事 喔 說故事 兩個人一起說故事 然後 兩個一起說 大一點你就可以讓他輪流講 他們會越講越起勁嗎 像我們兩個人很愛講話 但是我們會約好說 那等一下講完以後 我們就要乖乖睡覺 要做一件他想做的事情 對 然後 但是玩的時候 就是快睡覺的時候 情緒不要那麼嗨 就是慢慢的緩和下來 講了一點小溫暖的故事 對 好啊 香蕉哥哥要去彩排 還要去跟他的好朋友們先聚會一下 他們要先把水果拼滿的隊伍做出來 沒錯 然後等一下跟大家好好見面 對 我們今天很開心把香蕉哥哥 請到我們這個現場來 你還有什麼要跟香蕉哥哥說的嗎 不然他要出去上班了 我們六點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而且啊 如果在桃園地區的民眾啊 盡可能大家一起過來 共襄盛舉 機會難得 對 機會難得 香蕉哥哥就像國際巨星一樣 所以說你們今天一定要來 戴子爺開 他是小孩界的 沒錯 對啊 你一定要來戴國宮 來看一下香蕉哥哥的魅力 而且我會跟戴子爺一起跳舞 很棒 真的 看到香蕉哥哥 你都會覺得心情超好 希望大家一定要到戴國宮來看 今天晚上 我們老祖特別為大家找來的 這個悠遊家族的表演 喔 生氣的事情很好 那寶寶寶寶可以幫我們錄影 啊 有call的話 take一下 好不好 那 一 二 三 你們就 yeah 好不好 準備而已 來啊 準備囉 好 試試看囉 準備囉 一 二 三 Yeah 最大聲的是誰啊 再一次 一 二 三 Yeah 直接送出去了 來來來 送給你 平平安安 欸 還沒拿到禮物的人沒關係 等一下一起唱歌跳舞 就可以拿禮物囉 沒錯 今天呢是我們桃園一年一度的大事情喔 所以希望等一下 小朋友我們都要站起來一起跳舞 好不好 好 那當然第一首歌就要帶給大家一首 熟能詳連爸爸媽媽都會唱的歌喔 這首歌叫做 卡加布列島 好 所以還坐在位置上的小朋友 輸到三慢慢站起來 來囉 一 二 三 起立 起立 簡單就要跳一下好了 好 爸爸媽媽可以坐著 小朋友站起來 是的 好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這首歌 兩隻手握拳頭 我們一起說 我來到一個島 他叫 卡加布列島 啊 我知道了 我們來比賽要不要 好 來試試看啊 中間切一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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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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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 我們先 先來聽聽你們的聲音咯 預備備 我來打一個島 他叫 卡布列島 好厲害 先幫自己拍拍手 耶 我們滿厲害的 我們滿厲害 那我們這一隊也要加油 我們這邊也要加油 你們會不會贏 會 好 那我們要來咯 預備備開始 我來打一個島 卡加 卡加布列島 好像不想上下耶 欸 不錯 我知道了 我看很多爸爸媽媽媽小時候都會唱啊 現在一起唱好不好 全部人一起唱一次 好 一起來囉 預備備開始 我來打一個島 卡加 卡加布列島 好厲害喔 待會就來比賽 唱得最大聲的 我們就來送禮物 好 好 加油囉 好 所有的小朋友來問問看 請問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 看 好 看一看 哇 現場真的好熱鬧喔 是 這個畫面讓大家看起來就格外的溫馨 那其實呢 不對這個應該是說對在地來說 在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來講 應該很多人去廟裡頭嘛 求願啊 或是做一些什麼樣的祈福 都是為了家人 那很大一部分就是 尤其家裡有小孩的 爸爸媽媽 一定多少少都會跟神明祈求 喝油漆啊 然後長大啊 然後乖乖長大平安健康 然後長大一點呢 就希望他考個好學校 所以今天其實在我們這個 整個護衛宮這個現場 做這樣的安排還滿特別的 老師你怎麼看到 像小朋友加入這種活動 你看超可愛 您對這樣畫面 跟你以前對這種所謂民俗啊 這種 好的參與 因為今年剛好也自己有接觸了幾次 就是各個地方的一些民俗活動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家長 他們會 想要帶自己的小朋友去認識 我們自己的一些民俗的活動 經典這些的